这大点呢 今天没带自拍杆 就对付着吧 又到他们家来买虾酱来了 你好 我上次买的你家的虾头酱 吃的挺好的 我再买点这个传统的酱 这老味传统的 这个价钱一样是吧 我让这个 这个师父老板给我切点 我先尝尝怎么样 好了我过年呢 到这来买那个年货来 说是黑猪肉 生菜养殖的 我尝尝香不香 今天先买这一点炖一次 这是银鱼 二十块钱一袋 我就先买一袋尝尝 回家炖着看好吃吗 嗨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爱仪 我刚从那个滨江道上那个 有一新天地那广场那三楼的那个大吉上回来 我怎么又去了呢 这不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吗 这大吉 我们家那个就是那个虾酱 我都吃完了 我一想真是挺好的 我又去买一点去 我专门去为买虾酱去的 所以呢 我也没打算拍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那出来的大脸 镜头太近了 太丑了 就那样吧 当时买了点虾酱 一转的那还有卖猪肉的 还有卖鞍蠢的 上次没溜的那么细 我又买了点猪肉 买了点鞍蠢 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怕低了 这能哪都是啊 这个猪肉说是生态养殖的黑猪肉 这还有鞍蠢 我上次去那个农家院 在人家吃的那个鞍鱼 我特别爱吃 我说我买点 一会儿我做点吧 看看做出来这个香不香 这猪肉 要是香的话 回来到过年时候买点年货吧 我就炖一半吧 吃不了这么多 然后结果吃剩的 少炖点 我把这个 风扇烤给它抽干了 然后放冰箱里盛着 吃多少炖多少吧 那鞍鱼也是 我这次就先炖两个 我看看炖的怎么样 然后把这四个也给它封上 给它放好 这是丝绸 把封口也封好了 把它打开 看看 这已经全部给它抽真空了 再把这个鞍鱼 也给它封上 这一步闪了 说明就封好了 把这个黑猪肉 还有这个鞍鱼 都给它那个抽真空了 放在那个冷冻里边 下次再做吧 好我下面就开始做我那个 炖点小肉 然后把那两个鞍鱼 再做 我就做两个 我先尝尝这样做 好吃不好吃 去除一下 激素 看这大盆中上了 还挺好的 这还有两个小鞍鱼 也放里边泡一下 温水下锅 把这肉 还有这鞍鱼 给它用水焯一下 加点料酒 去一下这肉的腥气 紧一下就行 行 捞出来吧 中温水 把这个肉末 给它那个头一下 把这肉 用嘎锅炖肉吧 又省事又快 把这个 这个胆子拿出来 放这个不锈钢的 这个肉就用这个了 把这肉都倒进去 把里加点 这个葱和姜 炖肉的料包 搁一个 加酱油 这是生抽 再加一点老抽 加点糖 加盐 再加点水 这边是 电饭煲 这边是压力多 已经放在这了 选一下 炖肉 开始 好了 我还想我先生买锅 买多了啊 看了吗 都用上了 这个一会儿 和点那个玉米面 蒸点窝头 这是在许牛城 买的那个 加入黑豆面的 玉米面 和它搅和搅和 炖着肉了 我和点那个 棒子面 一会儿蒸点窝头啊 好香啊 这刚瓷气就倍儿香了 用凉水活这个面 这是那个卖棒子面的这个老板 老板娘煮货 一定用凉水活面 哦 对了 还得加点那个 食用碱 忘了吧 这事儿 再加点碱吧 差点忘了 人家嘱咐完 我还给忘了 差点忘了 把一块团团 我一般的都是用温水活 这个老板娘说的 用凉水活 试试吧 这也是第一次 我用凉水活 还真没问题哎 还挺那个成型的 蒸了五个窝头 那边炖着肉 我估计差不多时间啊 差不多一块熟 都时间到了熟了 开盖闻闻这味儿 嗯 挺香的 哇 窝头都成了黑的了 这就是黑豆面窝头 从嘎锅里拿出来 收收汤 好香啊 多省事儿了 嘎锅做就是省事儿 真香啊这味儿 我得赶快尝尝啊 我尝一块肥瘦的嘛 我平时不吃肥肉 我看今天炖的这个肉啊 大家看看 肥的肉里边那个脂肪 我觉得应该是都炖出去了 刚才我从那个盛的时候 没有什么水了啊 没有什么汤了 都是油了 我尝一口 我牺牲一把啊 太香了 还真是的 这个黑猪肉 这口感跟咱买的真是不一样 也太好吃了 行了 我过年我就买点这个肉吧 人家这个猪肉 猪是可能养的是 说是14个月以上的 看来是挺好的 嗯 太香了 我不吃肥肉 今天我吃这块肥肉真的不腻 把那个油都给炖出去了 你想高下锅我炖了40分钟了 然后又在那个铁锅里 把那汤都烤出去了 太香了 黑豆面的这个窝头哈 挺鲜的 就是不好看 像不像过去那个一苦思甜的那个 粮食哈 但是挺好吃的 哎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鞍蠢 我也是和肉一块炖的 其实我就是懒 我觉得 弄点鞍蠢 单独那个炖的哈 不知当的 我说搁一块炖吧 尝尝这个鞍蠢怎么样啊 来个小腿 嗯 倍烂和炖的 这个鞍蠢也是那个肉味的 还真不错 那我下次我那四个鞍蠢 也和肉一块炖吧 味道真是不错 这个 这个是人家那个 卖那个 玉米面的那个老板娘 告我炖蒸 确实是挺好的 说良心话啊 拍着良心说 这肉 真是 我没吃过那么香的 这还是小时候能吃到这样的味道 我根本就不吃哈 肥肉 我今天呢 吃了一块肥的刚才哈 还想吃 特别特别的香 嗯 就一口这个窝头 这才是天下的美食了 嗯 今天我先生回来吃这个饭 他要是不表扬我 明天不给他做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N21的给N21 长按点赞来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